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K 今次我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Oisley的蜂蜜黃糖換膚面膜 它可以去角質和滋潤的功效 裡面當然有的主要成分是黃糖、蜂蜜、 乳木果油、橄欖油和甘草 它可以有保濕之餘還有去黃和美白的功效 雖然它的成分可以自己DIY 但其實可能會比較麻煩 因為你要買很多材料 又不知道份量是怎樣混合 最主要就是黃糖 其實我在外面Supermarket見過 黃糖也有幾種尺寸 有些可能是一顆小石仔的大小 有些是比較大小小的 就像咖啡糖那樣大小的 有些是砂糖小的 但其實就算砂糖小也好 你放在臉上也會覺得有點刮臉 但Oisley的黃糖 它用了高速分散的技術 它可以打至粉末的細小 質地就是這樣 你看上去都會很酷的狀態 是很油很油的 好了 或者我現在就試一下怎麼用 其實它這個面膜 它就隨合附送一個洗面棉 還有這一支棒 我會用之前 都會拿回多一點的份量 大概大概差不多 就可以了 我會先放在手背上 因為其實它這個面膜有兩種用法 你可以乾用也可以 濕用也可以 乾用就會去角質的光效 就會比較強 如果皮膚是比較敏感 或者你可能定期做這個pilling 或者深層清潔 其實你也可以用濕用乾方法 但是我用在臉上 我就會有乾濕兩用同時一起 我會 其實因為T字位一般 還有下巴大家都可能會油多一點 而且角質都會厚一點 那麵豬其實就 角質不會太厚 還有可能也會乾一些 那所以呢 我就先用那個刊綿 濕一下兩塊面先 兩塊面豬濕一濕 那接著呢 就用這個面膜 就塗在 畫面上 那其實你塗的時候呢 你都會 你塗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 好像按摩的動作 那所以其實 你都在這一刻 其實已經做了一個 類似pilling的動作了 那所以呢 就等一下都不用再刻意去 去打圈去磨 那這樣 那好了 你塗大概 我 薄薄的 那樣 又不想我特別多的 對 因為其實呢 它可以當成一個 面膜 這樣敷面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喜歡 塗厚一點都可以的 那塗完之後呢 那這些T字位呢 我就乾用了 就不用濕水了 直接呢 就塗在 這些T字位那裡 那你塗完這些位呢 然後呢 你就可以 跟手按摩 這些T字位呢 你可以塗多一點點 因為是 可以多一點點去角質那個 那個功效 那好啦 你塗完之後呢 那這些位呢 那這些位呢 可以直接 多一點點打圈 尤其是鼻翼這些位呢 鼻頭 或多黑頭呢 那你可以去 磨多一點點 後來這些 後來這些 很多粒粒 都是可以這樣的 好了 那因為其實濕用呢 就是 它加了水的話 它半溶狀態呢 變成好像一個 面膜 這樣敷著 那它有一個 滋潤 和保濕的功效 那所以你 面珠這個位 其實不用再特地去按摩它 那 簡直是 有它在這裡 這樣敷著一會兒 那其實敷的 時間呢 大概幾分鐘 我覺得五分鐘左右 都夠了 那好啦 那 好啦 那其實 這些地方呢 你自己感覺到 你覺得OK 不用再塗 就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你說真的 這些位置我都覺得好像 都會有點粗 那這樣 你就加一點點水 自己再 輕輕再去 這樣推一推 就覺得好像 會滑一點 滑多一點 還有它 又是搬用狀態的時候 你變成可以 一個面膜 去敷它 那好啦 在蛋鏡的同時 那你 因為嘴巴其實都可以用的 因為嘴巴很多時候 都會有很多死皮 那 嘴巴呢 我會建議 一定先濕水 因為嘴唇的皮膚 都是比較薄的 那 就濕了一點水 直接呢 又是把這個面膜 放上去 放上去 那就是了 又是這樣打圈 在這裡推 在這裡推的時候 其實 你都會看到 如果你的死皮很厲害的話 你都會看到 那些死皮出了出來 那就是覺得這差不多了 OK了 那 那 嘴巴我 就不用刻意再去敷它了 那我就會直接呢 就用那個可憐 再洗了 就一次到整塊面一起洗了 離開 再洗到 再洗一步 走 那 用這個海綿的好處是可以快點把糖洗上去 因為如果你這樣用水蔥其實都會比較難洗 例如濕了海綿可以半抹和半洗 可以清掉黃糖 洗完之後可以用濕毛巾拍一張臉 你會看到我的皮膚都會有一些光澤 因為有些橄欖油膚物都滋潤 用完後其實臉會摸到很軟 這些位置之前很厚很粗 現在會覺得很乾淨 而且臉不會抬著 黑頭那些可能第一次用完未必會那麼乾淨 但用多幾次之後 疏通毛孔就會慢慢把黑頭推出來 就會越來越乾淨 所以用法大概就是這樣 先用到泡沫 說到 你會這樣 放進湯 那乾硯 我會這樣 趁在這間